直至昨晚凌晨,過去24小時的確診個案是27宗 個案編號是4606至4632 那27宗個案其中9宗都是輸入性個案 包括有6宗是印度回來的人士 另外3宗個案是俄羅斯回來的空中的機組人員 另外1位是美國回來的人士和1位是加拿大回來的人士 11宗是朋友或家居聚會的個案 另外7宗是沒有源頭的個案 在那7宗沒有源頭的個案裏 其中1宗是一個老人院的個案 就是一間叫做封聖老人院的住院友 在新界葵聰那裡的70位左右的院友 以及10多位的員工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另外除了這宗的老人院個案 還有一宗就是初步陽性的老人院個案 它就是一位是需要做那個洗腎的 老人院就是在大角水的喜悅護路之家 都有40多位的院友 還有10位樓下的員工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昨天有一宗個案是4583 就是在一間診所做配約員的 檢疫醫生的醫務所在九龍土瓜環 那個診所應該是有一位醫生 有五位姑娘 一位配約員和紅脈 一位清潔人士 就是幫忙清潔的工人 那個醫生也是初步確診的個案來的 那變成那個我們都聯絡著那個 其實已經聯絡了 已經拿了那些病人 即其他的沒有病徵那些 其他的工作人員 我們都會送去檢疫中心 但是她們會送去檢疫,當初心 這件事的時候 就可以請佳麥克風 這件事的時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